凤凰网时尚的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吴景妍 今天搭配的亮点在这次 GMDL的高级珠宝和万表系列 都是作为今天搭配的亮点 就是是这种几何菱形的设计 整体风格很简单 但是不是优雅不是个性 我特别喜欢 但是非常重要必不可缺的作用 像简单的耳饰啊 戒指还有万表 是我日常中也非常喜欢的搭配单品吧 天气首先变暖和了 就是先要自己要轻便简单起来 就像这所剪的一个短发 我觉得对于比较有春年的气息 自己也会觉得很轻松舒服 那搭配也是一样的 脱掉了棉袄 羽绒服 穿一些简单然后简洁的搭配 然后做一些亮色 或者说比如像这种配饰的 亮点的搭配就特别的好 我以为自己胖了 但是好像一看还是那样 我其实一度认为自己不会吃胖 但其实还是会吃胖的 然后我身边的人看我就是 我吃饭是比较的慢 但我自己不觉得 他们会觉得我吃饭很慢 然后胃口也不是特别大 可能是这两点原因吧 然后不太容易长胖 然后平时也注意适当的运动啊 然后稍微乱领一下 就比较容易保持身材 最重要的砍价技巧啊 就是知己知彼吧 对 这是我们这部戏 我这个角色下写这个人的战术 就是要把对方的家底都给了解得很清楚 有自己的公司 有自己的团队 有自己非常好的伙伴 然后有一个自己二层楼的一个 所有女孩都很梦想的家 但我觉得特别的普通 然后有一个长得很帅 又很有能力 有自己家族 事业 然后对我也非常好 非常爱我的这样一个男朋友 就是事业爱情双丰收 可以说是人生吧 就也没什么新目标了 都在我身上了 但是我觉得 有一点点的小满足吧 就是演的这个张晓鱼吧 就是做事情 最勇往直前的一个角色 对 就是知情力最强的一个 上时 就是从不熟悉做菜 然后在厨房里的所有的事情 有一个学习的过程 然后在拍摄期间 还是挺享受那个厨房里的环境的 对 其实这整个是一个适应的过程 拿到那些菜板 还有锅 关键还不是现在的锅 它是古代的锅 就完全就是 又很重 然后体积也很大 不只是一个技术活 也是个体力活 然后后来是习惯了 还挺享受的地方的 就是要坚持自己想做的 不去过度的依赖外界 然后还就是能够理智的 评判外界的声音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